请 请 来 等会儿 这有什么喜事啊 能这么一大换篮 发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我 您说什么呢徐大曼 这是咱们志愿者服务站 准备送给徐杰大哥的饭馆的 明天他那饭馆不是重新开张吗 这都自家的事好 何必这么破费呢 过去喝杯酒就算贺喜了 你瞧蹭我这身土 大妈 您今儿上哪打草卫生去了 大妈 像您这级别的干部就别亲自动手了 有什么力气活 您跟我们打个招呼就行 我去验收去了 那不是聚会那边装修也差不多了 我又给挑出一大堆毛病来 让他们反攻呢 装的不满意啊 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 这叫鸡蛋里挑骨头 今儿怎么忽然做成自我检讨了 我这几天不有点闹心吗 怎么了 您别着急 慢慢说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聚会那边一装修完了 我们不就得搬回去了吗 我呢在这边还真的呆惯了 真有点不想走呢 就是 要没我们给您添乱呢 您肯定还觉得孤单呢 这孩子我少给你们添乱了 还没到说再见的时候呢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净说些客气话透着那么生分 不愿意分开咱就一块搬过去 要不就一块留下来 这不挺简单的事吗 这也不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能决定了的事 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徐经理 这盖控制人我都打完电话了 是吗 明儿咱一会热闹 好嘞 咱们这是重张开业 必须把控制那么大 打破原有的印象 必须整出这个徐氏的特点 这徐氏骂特点 徐氏骂特点就是平意就是尽人意 这叫什么 这是王李金客人的劲哪 这是 我是那么想 咱是不是把咱店名改改 可以考虑 姐夫我跟你说啊 今后当着外人对我说话得客气 徐姐姐跟我说了 让我把这餐馆的工作呢 全面再抓起来 过不了一年 我就是这儿的总经理了 你别做梦了 人家现在干的正上一份 谁说 我听说以前老板周景一 是吗 要吊他过去管桑纳去呢 是吗 那他动性了吗 反正他跟我说了 让我时刻准备的 介绍这儿的工作 你看你看 您片如意 看见 服务员餐厅总 不是代总经理胖大海 够档次吧 我告诉你啊 一上午发了一百多张 先上级领导汇报工作 这么快就回来了 好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就回来了呗 再说人领导一起忙呢 怎么有点饭腰啊 是不是IP了 我干事什么时候IP了 领导表扬还表扬不过来呢 那 就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咱们俩谁跟谁啊 叔叔吧 我在领导面前呢 替你美言了几句 领导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想让你投入更多的精力 介绍这儿的工作 那没问题啊 王教授 这是这个月居委会 给您的日常杂费 里边还有明细 您看看对不对 许师爸 不用看了 月月都是这个说 怎么护兰天 您怎么变得那么仔细人呢 爸妈 您喝水 这不是也是 居委会最后一次 给您结账吗 别见了 您 您看您这怎么办说呢 这不是居委会那院 眼看就装修好了 咱们当对门的缘分 也快尽了 您这一说呀 我才觉得 咱们在这小院里头啊 也住了不少日子 越住着就越像一家人 你这一说搬走啊 我这心里呢 还真有点犯梦 我也是这么想 这些日子发生了不少事 多亏有这个院子当大本营 咱们才一块挺过来了 老了老了 刚活明白了 人跟人呢 就得手拉着手 心贴着心 互相帮衬着 才不狂敢人家 走这么一遭 是啊 那次还真得感谢 这些志伟跟小丽他们 是他们喝出命去 才让大伙活明白了 王教授 您有这么一个闺女啊 真福气啊 我觉得啊 小丽啊自打当了志愿者 跟从前大伙一样了 也看着长大了 懂事了 徐经理 看你最近忙的都瘦了 能不瘦吗 一睁眼 八件烦心事等着我了 那我有一句话 可能一说出来 就是你第九件烦心事 那您还是忍一忍吧 其实我都忍了很久很久了 可是我真的快忍不住了 行 反正是债多了不愁 我就不信 多一件事还能把我烦死 你说 那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看来还是件大烦事啊 反正不是一件小事 我以为我今年的费地走完了呢 看来是事故走不过 走 你说吧 我接得住 那我挡着开口说了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才发现你有这毛病啊 平时办事挺利落的 跟人打架也是没理脚三分 嘴声不知亏 怎么一说正事接不上啊 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你没听见吗 哎呦 你等着到儿童了吗 你怎么跟个傻子似的 这么大一个男人这么点成熟力都没有吗 你快闭嘴吧你 不愧你还是个当老板的 就这么两下子 你办什么大事啊 你真要烦死我啊你 快让我小瞧你 嗯 哎 这孩子懂事了 咱们也老了 没错 这回有这么一小人啊 招着你们一帮啊热心的人 哎 出来进去真忙活着 这我这心里的啊 还真有点啊 痒痒 那你也参加过了呀 这革命不分前后 姜是老的辣 卤煮还是老汤香 小丽 你说 如果当初我不主动找上门来办这个服务站 咱们俩是不是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你今天怎么变得多愁伤感的呀 两个人要是有缘呢 老天爷总会让他们俩碰在一起的 咱们俩算是有缘人吗 老天爷不是已经让咱俩碰在一起了吗 嗯 您瞧我成啊 您有什么不成的 你看您 要身体有身体 要学问有学问 就差我们张嘴请您了 那我跟小丽深信深奖 争取当一名最高龄的志愿者 那您没信 什么 我跟您说 就咱们龙门巷报名的老年志愿者 上七十岁的就不下十个 你说 我还生晚了 不过你这句话倒提醒我了 我马上找志愿去建议哈 咱们龙门巷应该成立一个老年志愿者活动站 专门为志愿他们呀 家有鼓劲 呐喊如威 该上的时候也能上 这办法好 省得小丽老说过啊 入我后啊 没觉悟啊 我报名去 你跟谁报名去啊 小丽 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我好久没有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 而且 我是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我不想再别在心里 我要什么呀 我第一句话就说 陪我出去溜溜行梦 您可倒好 都闷那么一大圈才有兜回来 你可真输了你 吴董还等什么呢 我正在确认 我感觉从这个开始 我的梦想已经一步一步向了走进了 您就一个人挑头先干起来就得了 我 就在我原来这办公室 这不挺好的吗 就在您工作站到过的地方继续 您就沿着我的足迹 就往前进准备缩 行 就这么着 您参见吧 我呢 就算个兼职吧 萌萌 就许我说话 你别说话行吗 萌萌 你就说 你是一个非常称职的领班 认真敬业 以饭碗为家 这些呢我都看在眼里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妹妹 这个你必须明白 妹妹是妹妹 我又没想当你的姐姐 可是妹妹 可是妹妹能不能成为那种进一步的妹妹 当然了 我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又是个钻石王老虎 你有这个想法也不足为奇 是吧 但我没觉得 我就是看你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可怜 我老想站出来替你打那子弹 这倒是你说对了 我这个人是弱小生灵 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也特别容易勾起女强人的保护欲 那从今以后让我保护你吧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女强人 那我更得离你圆一点了 我更得给你找一个好下间了 是去找老板那吗 你是不是早想好这招了 我猜的 实现理想的时候真的很幸福 你是说 就跟我这么随便的走走 就是你的理想 是我理想的部分 那你觉得 人应该怎么样生活 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呢 每天充实有喷嚷 这么简单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就不简单了 并不是说一天到晚累得直不起腰来 就算是充实 而是内心的一种很踏实的感受 我也说不上来 一位伟人曾说过 工作着才是美丽的 是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毫无杂念 只想美滋滋的 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感觉 对 还有就是早起 想着要早点去上班的那股勤快劲 就像是上了八条的那股勤 就像是要捍卫荣誉的那股勤 那你说是不是就是志愿者身上那股勤呢 也是咱们俩都有的那股勤 你刚才不是说 有话要对我说吗 我 我要离开龙女巷了 什么 我知道 周老板早就想发展你加入他的桑拿事业了 你到什么都门清了 那别的你都可以当我没说 可我就要跟着你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就求你这一件事行吗 那还是一件烦心事啊 你要是去桑拿我也去桑拿 你就是不能甩了我 现在这孩子也太开放了 哪有非闹着跟老板一块去桑拿的 萌萌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支持你跳槽 我给你介绍过去 你直接跟周老板谈 行吗 不行 你去找周老板谈 谈的时候大声我 行不行 你干嘛老非吊着我呢 那你怎么也得给我个准信啊 那好吧 我桑拿你就桑拿 行了吧 这就齐了 可是有一条啊 我只做你妹妹 行了吧 这就齐了 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上午开会的时候宣布了 我被调到西区文昌街道 新开辟一个志愿者服务站 我就说你有事瞒着我 你还说什么事都没有 你现在都说出来吧 你是不是要急死我呀 你是不是要急死我呀 还有就是组织上正在考察你 可能过两天正式任命就会下来 有你接替我 担任龙门巷转着服务站的站长 还有 没了 卫义精神就这些啊 真的没有了 再有 再有就是我要说的 不代表组织 那你还擅着干什么呀 是不是非得 我给你按一个困境才开得了口啊 那我就更开不了口了 你这人怎么总是磨磨叽叽的 那 你把耳朵凑近的 我不聋 听得见 我 你 那什么 你明白了吧 什么我就明白了 到底我什么你什么呀 干脆我替你说得了 我掐你 我咬你 我恨你 我爱你 好 我 我不做一 子 已经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也少不了来麻烦您呢 只要您需要 我随时帮忙 谢谢您 对了 许总 我已经把我的工作 全部都交代给果果了 果果 来 许总 果果 以后呢 就麻烦你 多替我为许总操心了 放心吧 小丽姐 我呀 争取比你干得还出色 忙过了这阵子 记得回去看看许大妈 她老惦记你呢 我知道 过年的时候我一定回去 我还得给罗叔叔 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也算我一份啊 那 再见吧 许总 再见 常联系 小丽姐 我送你 小红啊 这次期末考是你要再考班里的前三名 爸爸的奖命给你积分 就像那个饭馆吃饭 吃十次奖的一次一样 咱们这样 你多考一分 爸爸给你奖励十分 奖励到一百分的时候 爸爸就请你吃瓶子 好不好 你这个什么教育方法啊 老板那考试跟吃点一样 看你干饭馆干出运动 爸 我也给您积分 您饭馆多卖出一百元 我就给您积一分 回到积高一百分 我就批准您喝二两酒 好 还是我闺女信头吧 我不同意啊 你都已经脂肪根了 还练去喝酒呢 那照我说呀 你就应该多去参加人王小丽 和李志伟组织的活动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积德行善 不是 那志愿者能要我吗 你教我这么胖 没问题 昨天我们学校开来了一辆图书 那里有好多书都让我们免费看 那开车的叔叔就是一个志愿者 他可比您胖多了 得 没借口了吧 我跟那叔叔说好了 我长大了也要当志愿者 为什么呀 可以免费看书呗 我以为咱关这儿多大志向呢 我当然有大志向了 多看书 看好书 长大了就能当老师 当了老师就能教那些 没上过学的孩子们学文化 那样我们的国家 就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文明了 好 还是我闺女学乎高 就充这个 将来就有出息 这么着 爸爸呀 先奖励你两分 这样吧 先吃个苹果 谢谢 爷爷 又用错牙膏了 您适合用中老年牙膏 不同年龄应该使用 不同的牙膏 雪豹FE特别推出 儿童中老年早晚多种生物牙膏 全微认证 雪豹FE生物牙膏 让刷牙更有效 爸 爸 我想跟您说件事 郑乔 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那好 您先说 不 还是您先说 我说了 您可不许生气 只要再理 我就不生气 那好 我把许总那份工作给辞了 这可是你今年辞去的第十二份工作了 您先听我说完了理由啊 说 本来许总那份工作我非常喜欢 许总也很器重我 我也知道 这样的机会以后再难碰到了 那你为什么要辞去这份工作呀 因为我找到了一份永远不想辞掉的工作 我也想把它专心地做下去 所以鱼和熊掌只能取其一 那这份工作的薪费多 不是 环境好 也不是 那你为什么呢 因为 每天过得很充实 您查一下 您那要织什么呢 给我 我织一小围巾 妈 明天我那饭会儿就开张了啊 你啊 恋人志愿者的好 今天我看见 小丽跟志伟正给你准备打花篮呢 是吗 你这人也是 你说你嚷嚷买事也都知道了 你这不是让人破费吗 我那也是一种管而告之的手段呀 再说 我到时候都给志愿者打打折不是完了吗 什么打折呀 凡是志愿者你都白诉 充实 干什么充实 爸 我马上叫接替李志伟 担任龙门巷志愿者服务站的站长了 啊 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 那志伟呢 组织上啊 调他到另外一个社区开辟服务站 你是为了接替志伟 才下决心持续这份工作 是吗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做好 所以也拿不准这步走的对不对 闺女 爸今天特别高兴 你真的长大了 没什么难的 只要有爸在 就甭怕 咱们也让志伟啊 放心 让他安心呢 去干更大的事业去 妈 您可是我亲嘛 我这回开的 可是地地道道自己的买卖 您还让我白送啊 那可真是从您儿子身上满肉啊 你真是钱串子 那赚钱你也得分人呢 那次要不是志愿者 人家出手帮忙 你那饭馆差点吃出人命来 你早就蹲了监狱了 还有那次 要不是志愿者 人家喝出命来 那俩歹徒能吓跑了吗 还有上次 就是那个 行了妈 您就别费那劲了 志愿者对我的好 我徐吉都记着 我是说 我想把这饭馆的名字 改成志愿者之家 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志愿者提供 一日三餐的好菜好饭 咱实行饭票制 吃一块 我贴三块 怎么样妈 反正我绕不过你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忘了志愿者的好 也不能忘了 人家救命之恩 知道吗 瞧您说的 我是那种忘恩服役的人吗 我打算呢 就在徐吉的妈 那个办公室 腾出了之后呢 咱们再办一个 老年志愿者活动战 纯净 给你站脚助力 爸 您真是我 最亲爱最亲爱的爸爸了 那要照咱们这思路啊 咱们家的小院 就会是龙门巷里 最有人气的小院 那我也过去兼职 七茶倒水 伺候老人 绝对成义务 那好啊 绝对欢迎啊 小杨这些日子啊 也被我们给熏出来了 我就以 志愿者服务站站长的名义宣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龙门巷 志愿者服务站的 预备艺人员了 谢谢小丽姐 我一定好好干的 坐吧 坐吧 小丽啊 你还得好好想想 志愿啊 说话这就要走 咱们啊 咱们得给表达个心意啊 送送人家 您就不用操心了 我已经送了他一份后礼了 你的是你的 我们的心意啊 还不知道怎么送呢 我就代表你们了 我那一份啊 顶你们十份 小丽姐 你送了什么呀 这么贵重 是不是又大手大脚 花超支了 我那是无价之宝 你这孩子 又出什么幼儿子呀 我以站长的名义 送了他一个职位 我可提醒你 你这里可有 以权谋私的嫌疑 什么职位啊 做男朋友 志愿者之家 这面向亮 肯定能大火 可是明天开业 我爸赶不回来啊 北中不足 差那么两天没关系 他还是上铁路上 办手续去了 这回回来就不走了 就给你买了 那怎么着呀 那我心里买了 脸上就更美呗 我这人就不会憋着 我告诉你 你看 儿子当老板了 老头子也服管了 可梅死我了 那果果这孩子 这两天都没消息啊 哟 你要不说我还正给忘了 这个鬼精灵 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小嘴那甜呢 又问寒又问暖 还说他升官了 干得不错 就是忙 让咱们放心 过年的时候 一定回来看咱们 那咱这家子都团圆了啊 就差你了 你说你这光棍得挨到什么时候 妈 您别着急 我告诉你 您可没看见 现在满世界的小女子 都往我身上扑啊 我左挡右挡都来不及啊 您放心 我这给您仔细学嘛 这呢 耽误不了您 儿媳妇登门 你呀 什么时候念我 忘不了耍贫 哟 哟 大妈 您甭管了 您给我吧 天这么牢 再冻着您 不成 我跟你说 我来的时候啊 干干净净的 走的时候 也得干干净净的 就跟您要走多远 是的 咱不是还得 在一条胡同里住着吗 这以后有点什么麻烦事 是不是还得互相帮忙啊 大妈 以后啊 就该我给您添乱了 我这儿先给您行个礼了 干嘛呀这是 这哪儿的话呀 小丽 我这今天早晨呢 才从你爸那儿知道 智伟要调走了 说实在的 我这心里 还真有点舍不得这孩子 有他在啊 我能省一半的心呢 可话又说回来了 人是干大事去了 是吧 又去播撒火种去了 咱们得支持不是吗 大妈 您放心 她也没走多远 有什么事啊 一个电话 她准过来 其实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们就是那个风筝 你就是那个 牵着那个风筝那线 你们俩啊 真是般配的一对 大妈啊 小丽 小丽 爸 昨天晚上我想半天呢 还吃涮锅子 给志伟健行得了 这可是西口羊 胡同口那涮肉店 新上的货 还排队呢 买这么多呢 小丽 你干脆把这些羊肉啊 都拎得徐杰大哥那饭馆就得了 一会儿我们大家在那儿聚齐 对对对 行 那我去了啊 去 志伟大哥来了 文天授 对对 徐大妈 开过年了 这是我们兄妹俩 孝敬年二位长辈的 来 先拜年了 多懂事的孩子呀 志伟啊 你可别忘了 常回来看看啊 您放心 我早就把人当成家了 大家伙工作 多忙碌一点啊 大伙队马上就到了 这个我跟大伙说一下啊 一会儿呢 来的全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咱们谁也不会能怠慢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讲心法揽 具体的章程呢 正在制诊当中 我明天就跟大伙公布 许 许 许多 您这说什么回章制度 我怎么都不知道 不是 我是想提前 替您宣布一下 我这还在认呢 还没轮到底呢 赶紧帮媳妇找活去 压张了 谢谢 我最喜欢的 我还在认识 你俩自己的这种 我的脚 看别人叫啊 来 我走 来 吃点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我们青年志愿者王晓丽小姐 这位是我们青年志愿者李志宏小姐 这位是我们餐厅的副经理胖大海同志 这位是我们餐厅的后勤主管陆如同志 也是胖大海先生的爱人 原配的原配的 接下来我隆重的介绍 这是龙门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也是我们剧委会的主任徐大妈 同时呢也是我的亲妈 今天我非常高兴啊 希望今天在我这个青年志愿者餐厅呢 大家一定要吃着开心玩着高兴 接下来呢 请我们青年志愿者龙门巷服务站站长 李志宏为大家讲话 大家好 我来到龙门巷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这里的父老兄妹 风土人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龙门巷历史悠久 这里的人们呢很平凡 这里的人们也很善良 他们每天都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爱 他们就是我心目当中最合格 最伟大的志愿者 我谢谢你们 好 我明天呢就要离开龙门巷 下面有请我们龙门巷志愿者服务站的新站长 王小丽小姐给大家讲几句 欢迎 大家好 我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 成为志愿者服务站的站长 首先是志愿者的精神感动了我 是我身边的这些好心人 用他们无私无味的行动教育了我 我觉得志愿者行动绝对不是一句空的口号 它是我们每天实实在在的高尚行为 是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一种举动 社会在发展 科学在进步 竞争将会越来越残酷和激烈 但是我相信 人们的善心将会永存 志愿者精神将会常在 世界将会越变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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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爱心的呼唤 是最深沉的呼唤 出于自愿的事业 是最有生命力的事业 服务他人的行为 是最高尚的行为 奉献者的语言 是对于沟通的人类共同语言 时间过得真快 志愿离开龙门巷有一年多了 但是我们好像比以前还亲近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现在我接替了志愿的工作 每天忙忙碌碌 和徐大妈配合默契 龙门巷的那些老街坊新邻居们 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人和事都写出来的 胖子乾宽 真的成了很有钱的大款 捐资给龙门巷成立了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 和我爸成了忘年交 原来抱脾气的秦大爷 在志愿者的行列里也干得很出色 现在是龙门巷街道义务诊所的挂牌医师 附近居民有什么头疼脑热 都爱找秦大爷先诊断诊断 对了 还得告诉各位一个喜事 秦大爷在徐大妈的撮合下 跟宋老太太经过一段黄昏恋 现在已经成了一家子了 秦大爷一天到晚乐不够似的 人缘好极了 胡同口的赵九州和钱万里两家 早就握手言和 钱万里还得了个大胖小子 认赵九州当了干爹了 徐大妈的老伴罗大爷退了休 时不长地也到徐杰的志愿者餐厅 打打下手帮帮忙 果果在公司里如鱼得水 徐总对他的工作很满意 开了桑拿的周老板 据说又赔了钱 人也不知去向 徐杰大哥又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温玲支教欺满 据说在当地找了一个男朋友 还经常给我们发邮件 保持联络 总的来说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一天比天顺心 我这个龙门巷的小自贝也挺自豪 因为我也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毕竟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苦过 乐过 付出过 感动过 感动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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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